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一想到得先去解决很多麻烦 就顾不上事情多么重要 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怕麻烦我们错过了很多 蔡康永在《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中写道 人生前期越是选麻烦 越是懒得去学习 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 错过新风景 越是怕麻烦就越难过好这一生 怕麻烦是一种懒惰 导演陈小青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有一个开餐厅的朋友 不营销不推广 可每天都有很多人专程去排队吃饭 开了十多年生意一直特别好 他很好奇 于是问朋友开餐厅的秘诀是什么 朋友还没开口 老板娘就抢了话 只要坐到每天六点亲自去赛事场挑菜 一直挑到十二点才走人 而且还能坚持十多年就可以了 有人听到后或许会这样说 这简直太耗时耗力了 何必如此自找麻烦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看上去是很聪明的生活准则 可他也正是懒惰的表现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我们只是靠怕麻烦的本能 就能够解决生活中大部分的问题 而这往往并非最优解 就像这位餐厅老板 他看上去做了一件麻烦的事情 而正是这种麻烦 反而最后帮他省时省力 菜馆菜品做出了质量 餐厅得到顾客的好评 所有能让我们惊艳的东西 往往就藏在那些突破 改变与精进之中 害怕麻烦缺少耐心 是基于求成者的通病 害怕麻烦使很多人进步缓慢 甚至能成为无法进步的直接原因 而害怕麻烦又更容易出现在 急于求成者的身上 因为他们很着急 想要尽快地做出成果来 恨不得刚做完 就立刻看到好的结果 而真正想要把事情做好 做到趋近于完美 多少都是麻烦的 但也正是这些麻烦 直接影响这事件最终的质量 自古以来 兵法都比较高深 大部分人连看都看不懂 更别说在生活中运用自如了 那为何26岁才研习兵法的王阳明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顿悟这门精深的学问呢 这是因为他达到了 此心不动 随机而行的境界 面对险境 他能淡定自若 不自乱阵脚 并且能精准地找出 适合的兵法来化险为夷 王阳明对兵法的研究 不只是看懂 更是要融会贯通 达到这样的境界 需要的是在日常中 随时随地进行演习 日复一日 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如此 他便成为了兵法的专家 战国时期的赵阔 确实也研究兵法了 但是他死记硬背的 只是一种模板 并没有完全理解 兵法的精髓 遇到突发情况 他无法随机应变 因此仅仅是在纸上 谈兵而已 沈从文曾说 有些路看起来很近 走去却很远 缺少耐心 永远走不到头 生活中的浮躁和焦急 在所难免 能抚平这些毛躁的 往往就是我们的 那一点耐心 铁柱磨成针的故事 大家都耳熟能详 有人嘲笑老奶奶的执着 但也有人敬佩老奶奶的耐心 实际上 摩针只是一个隐喻 一种象征 它代表所有需要我们耐心坚持的 小事 大事 它可能是一项工作 可能是一次交谈 可能是一段感情 也可能是整个人生 也可能是整个人生 而耐心却是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坚持的修行 越怕麻烦只会越麻烦 周国平曾说过 世上许多事 只要肯动手去做 就并不难 只有不怕麻烦的人 才能不靠生活的惯性活着 只有不怕麻烦的人 才能去做真正有益于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经历任何麻烦 就能实现目标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会过上完全没有麻烦的生活 保持耐心 克服麻烦 是我们成为想成为的人 过想过生活的必经之路 好了 今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郁寒 祝您晚安